巴西的死亡个案是一名41岁男子 有免疫力低下和淋巴癌的病史 感染猴豆病毒之后 病情迅速恶化 最后不知 而西班牙的个案 卧生部不愿意透露更多的资讯 目前等待解剖报告中 这两起个案是全球非洲之外 首起的猴豆死亡病例 至于日本现在是第七波